T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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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e 大家好!我是Yabar House的Yemi 如果大家的目標也是想上車 而且又喜歡新盤 又不介意單位比較小 最重要是價錢合理 還要在單位望海的時候 今天介紹的新盤就適合你了 今天我想介紹這個新盤 就是位於青衣的惠南 惠南這個新盤是一個單洞式的住宅項目 只有一座 樓高16層 間隔就有開放式和一房 實用面積大約由200至300平方尺 提供了320個單位 它的關鍵日期就是2022年12月 惠南這個新盤最吸引人之處 就是本身這個項目建於高處 再加上三層的基座和一層的地庫 而且主打單位是望海的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新盤有興趣 記得留意28House的網站的價單 發展商雲安地產在2018年用了8.6億元 地盤總面積大約有14萬平方尺 而樓面面積大約9萬平方尺 惠南本身的設計是一棟長方形的單洞式住宅 主要分開兩面 一邊就是西南一邊就是東北兩面 東北面的景觀較為有優勢 而中高層向東北的單位可以飽覽到全海景 而對面沿岸就是青山公路的丁九段 向西北的單位可以觀賞到丁九橋 我們一起飛前一點欣賞一下丁九橋的景色 留意如果向東北較低層的單位 景觀也是山景 惠南的東南面就可以欣賞到荃灣區的景色 我們現在看看惠南的西南面 西南面的正前方就是巴士和小巴總站 航拍機現在處於惠南和長雲村之間的中層位置 我們先看看周圍的景觀 惠南正對面就是長雲村 長雲村有7座 最高的層就有39層 所以惠南中高層的景觀 其實分別不會太大 因為全景都是長雲村的樓景 所以如果選擇西南面的朋友 就可以以樓價作為你的優先考慮因素 我們現在馬上實測一下 由長雲村的商場出發去惠南 究竟需時是多久 本身今天的天氣都有點熱 但一路走都是有蓋遮蔭 已經比較舒服 長雲村其實只有幾間商店 一間超級市場 還有一間食肆 所以長雲村未必滿足一般的生活需要 是需要去其他大型的商場 大概走兩至三分鐘就可以來到惠南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惠南的大堂 一出來就是巴士總站和小巴總站 介紹回惠南樓下的巴士站 有什麼巴士線 有42號M由長雲出發去荃灣 43A由長雲出發去石梨 43D由長雲去葵城圍 也有948X由長雲天后站 至於小巴就有407去馬加列醫院 而409就會去荃灣 匯南除了近長雲村之外 還近長亨村的商場 這條天橋就是接駁著長雲村和長亨村 大約走五至六分鐘就可以由匯南 來到長亨商場 這個商場比較大 可以滿足到基本的日常需要 如果你要去到比較大型的商場 就要坐大約10分鐘的車程 就可以來到這裡的青衣站和青衣城 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多些樓市的資訊 記得Like我們Basebook 和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